主席各位同仁有請陳部長跟請政署陳署長 請陳部長 請請政署陳署長 第二次上來不用行李了 陳委員早 部長早 那個月初有爆發所謂跨國賣淫集團的這個部分 那看起來應該是AIT發掘 好像美女常常頻繁出入美國 所以去舉報的 那不過我想請教的是 比較了解 如果要了解這個花名冊的 應該誰會知道 因為媒體上面報導都是說 是專案人員 這個可能要在辦案過程當中 假如有收到這個名冊的話 我們沒有參與我不知道 你們沒有參與 我沒參與 你沒有參與 那到底是 總不能說你們警政署 地檢署跟台北市答案分局 那都警察都不需要介入這樣子的一個案 個案我們不會介入 所以這樣的案子你們都沒有介入 對 也沒有了解 了解是了解是有在爭培 但是有機會可以了解嗎 可以了解 你們沒有 但是內容我們不會去了解 因為偵查不公開的問題 但是他的 譬如說你應該會了解 到底裡面的 是名冊裡面啊 或什麼等等的 我們不會去了解這個 因為我覺得 這個你說你們不了解 沒有人相信 而且如果 因為這樣這麼大的案子 你們也沒有去關心 說真的 我也不認同 所以 到底這樣子的 因為為什麼我這樣問 我覺得這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因為今天不可能人口販賣集團自己去告訴別人說 欸 我有誰啦 我有擦小姐擦小姐擦什麼的 弄得好像 好像猜謎大賽一樣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那 到底 在這樣子的過程中 是不是你們 也有 或許也有可能是警政署的人說出去的 也有可能喔 所以我想 報告 就是Interpol 就國際心情組織主辦 我們 檢方指揮啦 大安分局是配合 對嘛 整個內容是檢方在主導啦 所以刑事局沒有參與 大安分局是配合啦 可是配合 配合就會知道一些 細節的部分了嘛 不要說細節 大概的部分應該了解 但是 但是 報告委員 這個像 劉局長 他不會去 去介入這個個案的了解 因為這樣的話 就會有 為什麼我要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要基於很多 譬如說 不敢去報案的受害人 常常都 他去報案了 有可能他的個資 或者包括有可能會 民生受到傷害 那所以 就像你說 大安分局 有可能去協助 去了解 那我不希望說 這樣子的一個 好像只為了刺激某週刊的點 因為綠也好 或者是說 好像弄得好像八卦雜誌這樣子 好像弄得再把這些受害者 再弄得像娛樂版一樣 大家在那裡開心 笑一笑也好 我不希望這個部分 失誤 我們警政署的任何同仁 在這個 嘴巴不嚴謹的過程中 洩漏出來 而危害到 受害的民眾 這完全贊成委員這個說法 因為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在個案偵查的時候 包括他的這個 會直接辦案的這個長官 他不會去介入這個案子 所以你可以保證 這個專業 專案人員 就媒體上報導 專案人員講這麼多的 一定不會是警政署的人 違反偵查不公開 或者洩密都要侵犯 所以你可以在這裡保證 不是警政署的人嗎 可以嗎 你可以保證嗎 我的了解是 檢方主辦我們 沒有錯 但是你就像我講說 你們也知道裡面的 一定知道裡面的 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個案 違反偵查不公開 所以署長你也不能 掛保證嗎 但是我覺得說 今天我們想要談的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態度上的問題啦 不要說因為 被害人 你們要顧慮到 被害人的心態 好不好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說 但是署長 這個要加強一下 你不能說我怕他問你 你跟他講 這個我也不確定 或什麼到時候 再這樣 我覺得這不是 因為其實八卦都是人性 就像你們昨天剛剛 也是有那個 警察物傳APM 到公務群組的這個部分 那我覺得這大隊長的態度 就值得嘉獎 對不對 這就是態度的一個問題 譬如說你們本來是警察 就是在第一線偵辦的人員 所以要有相對的警覺性跟態度 所以本期在這裡非常的要求 是不是你們這些相關單位 應該嚴厲的自我要求 不要再去因為任何的疏失 而去傷害到無辜者的清白跟隱私 這個你們有沒有辦法做得到 對 我們絕對嚴格的要求 好 那另外一個部分 有關 最近一個多月有那個 兩則新聞在討論 第一個就是高雄行大開記者會 力捧美女警察 假扮社工師破案 好像很厲害 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是 新北的一個派書所的所長 派兩個替代義男自己去 假扮嫌犯開破案記者會 那署長這件事情 這兩件事情你應該都知道 我曉得 這個高雄這一件 他就是 偽裝社工人員 因為他家裡有小孩 他認為如果攻堅的話 是不是會傷到他 所以他用這種方式 他這種方式是不當的 他們也後來有 發新聞稿道歉 那我們也做成案例交易 要求同學不能這樣做 所以你也認為不當嗎 另外 這個NY是新北的 這個三峽分局的 北大派書的所長 那個姓吳 這個案子是他 有意思這樣想而已 但是還沒有做 還沒有做 但是替代義就去爆料 對 部長所長 為什麼跟你探討這個問題 就是說警察部門要去重視 你不能說為了順利破案 然後呢 你就 還把這個如何破案的細節 在記者會上 好像大獎特獎 看起來就是 我為了 我要跟你說我很厲害 我很厲害 然後就把什麼detail都講出來 這不是很白目嗎 這不是很白目嗎 很白目嗎 對 我想這個後來 這個相關 這個過想好像也給他有一些 處分了 就已經做處分 所以未來你們針對 譬如說基層機關 在開這樣這類的記者會 或者在新聞稿發布的同時 有沒有做一個完善的教育計劃 這個我們 這個像這些的案例 在警政署都會做成一個教材 來教導我們的嚴警 要審慎的這個 注意到這些問題 所以你也覺得 就是這樣做不當嘛 白忙嘛 接下來 這個其實我剛剛問的都是一個警察態度的問題 跟你們那個執法的一個態度的問題 那接下來我想關心一下就是勤務過重 這個是大家一直在討論的這個方向 那一直其實我們就非常關心 因為警察超勤的這個問題 那這幾年又因為年金改革問題 很多警察就提早退休 那未來幾年的人力規劃的狀況 署長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 就是我們最近 比如說像今年 104年開始 大概警專的部分 1800位 那麼特考的部分 有2300多位 一年會有4000多的這個 員警 進入我們行列 往後的 105 106 107 108到109 這幾年大概都會 進入到2萬多人 每年都4000多人 所以我想到109年之後 這個狀況會緩解 就是等於回復到正常的現象 所以要到109年的時候 才整個會緩解 為什麼要這樣 就是 警察的勤務其實範圍很多 譬如說包山包海 然後有時候我長官就是說 我還是希望警政署這邊 能夠去做一個通盤檢討 因為為什麼這樣講 其實很多公務員本身 他就有執法權 但是呢 到最後大家可能怕事情 就把警察 就把勤務推給了警察 或者是消防 然後呢 你們這些 體貼下屬的警官 又覺得說 做這事情都是舉手之勞 所以 未來這就是 譬如說109年這個部分 才會漸漸的常態化 那之後警政署在這個勤務方面 譬如說 工作的loading方面 有沒有後續 有沒有再跟各部會 再去做一個協調 因為你現在人力不足 已經是個事實了嘛 一直要到109年 那這個過程 在這個 譬如說 比較困難的這個時間裡面 那有沒有再去跟各部會 去做一個協調 這個 各位委員報告 就是簡化業務的部分 我們持續在做進行 就讓這個 還有善用替代液 我們蒸起更多的替代液來幫忙 還有 有一些部分是善用名利 來做協助 另外我們有一個關懷退休的計畫 希望我們減緩退休的那個狀況 那麼今年看起來 這個狀況是比去年好一點 不是署長 我不是覺得說 你應該要推廣這個減緩計畫或什麼 實際面上你要再去跟各部會 去做一個協調 在工作的分配上 盡量把這個人力 譬如說 我簡易來說 譬如說你們警察單位裡面 就有很多SOP 最多啦 然後表單呢 永遠填不完的表單 然後呢 光寫這個表單 寫這個報告就夠了 所以你就是勤募這麼繁重啊 所以你看 中理安倍打到現在 你們都還抓不出來是誰 對不對 所以你自己要算一下 到底你們一天 你到底有沒有算過一個警察局 到底有多少的表單跟報告 要寫 那整個SOP的流程 是不是需要檢討 對 電子化啦 不要那麼多 不要那麼多表單 那我想說 我們有一個計畫就是 希望讓派出所的 這些佈測 其實派出所佈測太多了 一兩百種 我們的業務有 有184種 協辦業務有82種 還有一般的行政協助也很多 那我現在 需要科技用 所以你有沒有計算過 到底一個警察局 希望能夠把這個表單 能夠盡量撿到比較少 所以現在已經 以這樣子的方向來進行嗎 我們在進行中 好 然後 然後部長這個我想請問一下你的態度 就是 但是美國時間 11月2號晚上 眾議院通過一項法案 就是要支持 中華民國參與國際刑警組織 這個你知道吧 我知道 我們第一時間在 我們美國的聯絡官 就有傳來信息 那雖然後續 其實還有一些程序要走啦 不過這其實就是 非常明顯 美國對台灣的支持 跟就是一個支持 那還 當然我們還要再看看 其他組織會員 是不是同意 但是從1984年 我們被踢出國際刑警組織 到現在 其實台灣就一直被秉除在外 不得其門而入 那我想請教一下 部長 以你的想法 你認為是什麼樣的一個刑警組織 會阻擋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參與 這個當然 包括國際刑警組織 這個部分 這個也都是有涉及到 所謂的 這個中國大陸的 一中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態度的問題 那麼這個 其實像包括美國 駐台的這個代表來 這個跟我們 這個拜會的時候 我也表達 希望 能夠美國來支持我們 加入國際刑警組織 這樣的話 對於 偵查犯罪 這個 跨國境的犯罪 是有幫助的 所以部長這樣聽起來 你就覺得說 除了中國 其實就是中國大陸 在組織我們進入 這樣子的一個組織嗎 所以我們也透過 你認同吧 應該是這樣子 沒有錯 沒有錯 那我們現在也包括透過陸委會 兩會的這個會談裡面 把它列為議題 希望 他們能夠 來幫我們 先 當任這個觀察員 所以你已經跟海陸兩會 已經先說了 對 為什麼 我就覺得說 部長其實這個部分 打擊犯罪是不涉及政治的 對不對 所以你要努力在海陸兩會 去積極的爭取 因為連部長 署長 我想你都很認同 其實就是中國大陸去 阻擋這一塊 其實我們也跟大陸表達 你看現在 大陸的這個公安 公安部來合作 所以我們包括在海外的犯罪 大家都可以 這個 有一些 不過但是要積極加入啊 跟你的態度啊 所以 部長署長 如果現在看來 美國已經把球做出來了 你也不可能殺球 那我想 你也不能 就是說我想請問你 在這裡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 國人交代一下 到底什麼時候 是可以重返國際的 包括兩岸會談的時候 我都主動提出來要求這件事 他牽涉到他們大陸的公安部 外交部 現在是眾議院 將來是參議院過 參議院過之後 那個他要求總統提出方案 所以大概什麼 那要在 在國際行政組織的秘書長 那是秘書長 秘書長他也可以提案 提案出來之後 要要求那個會的認同 所以最快是什麼時候 那這個部分我們 像我到新加坡去 過去都沒有去過 我今年去新加坡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總部在裡面 我就到裡面去 他們的代理秘書長 就出來接待 安排所有的細節 表示說 他也希望我們能夠加入 但是就是 大陸外交部的態度的問題 具體的講說明年的有一個在巴黎 巴黎島的一個大會 我們希望能夠 變成觀察演進去參加開會 所以民進去 努力目標 應該是做得到啦 所以部長 署長我覺得這個部分 在兩路 就是部長你去報告跟兩路兩會的時候 應該要提 就是真的要深感要直發 真的要 因為這個是沒有涉及真正的東西 你的態度是應該要積極的啦 現在兩岸都在政察環境上都要合作 好不好 所以要跟中國大陸說啊 好不好 好 OK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陳其邁委員質詢 時間12分鐘